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E-Walker到丁將 我是李華 幫助別人變好 自己也會更好 這位桃一家從關懷地球出發 造就他不凡人生 他柔土不用機器 像在打太極拳 拉培最怕有裂痕 他卻總是製造裂縫 甚至整個爆裂 看起來像瑕疵品 他卻以此特色攀上人身高峰 靈感來自水庫干涸 大地均裂的震撼 希望世人可以愛護水資源 減碳 他把這份期盼融入創作 藉由裂痕 反映出環境的身影 猶如人體干裂的痛苦 將心比心 以同理心去關懷地球 其實爆裂這樣的類型作品 並不容易 遠比一般的創作難出很多 平均做三十件作品 才有一件成功 他的毅力令人折服 出身陶藝世家 傳承了三代工法 更轉換藝術價值 用心愛護自然 因為我們家族是前兩代在作陶 連我是第三代 對 我的生命就是作陶 陶就是我的生命 從內部蹦裂而出的粗廣線條 是陶藝加溫國珍引以為豪的作品 像軍戀干涸大地一般的裂紋 是他的鎮字標記 溫國珍三歲開始跟陶土作伴 實際揉土揉了五十多年 以前因為沒有練土肌 所以手揉陶土實在自然不過的日常 儘管現在已經有機器了 他還是想親手把全身氣力灌注進去 這團土把我們陶藝工作者的汗水 跟我們的精神融入在這土裡面 跟你拿一團機器的土放在上面 那當然它是沒有生命力 反之這樣的是 你要花很多時間跟體力 所以很多人都省了這一段 五十公斤的土給機器代勞 只要十分鐘 手工卻得揉上半天 但想做出裂紋效果 這個步驟不能少 因為這個土我有調配過 所以這個土撕開 有一點黏又不太黏 太黏它不會有裂紋 不黏也不行 你拉之後它會垮掉 所以必須要用手去揉土 你才能夠掌握這團土的土氣 你才可以隨心所欲地 揉捏到滿臉都通紅了 器材剛緩了過來 又得耗上一番吃力的功夫 用盡你所有的力氣 因為這個土很硬 你只要站著我手一推 你就倒了 因為勁道是很大很大 搭配要人跟土要結合 抱在一起 一團陶土在它手中逐漸變得圓後 外層畫出的一條條螺旋紋路 是裂紋的前身 我們革命是要一百三十幾次以上 失敗的再揉土 再垮的再揉 力道不用力也不行 很用力它就穿透掉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擦逃離 這作品就失敗了 現在就是最重要就是瞬間 然後眨一個眼睛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是不能講話的 注意看喔 要慢慢裂紋會生產出來 等手探入胚體內部 在摒棄凝神的時刻 表層裂開 十隻毫離 插隻千里的功夫 他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去摸索 現在的成功 是堆疊在無數的失敗經驗上投 我曾經聯繫十幾天 每一天手續都不好 就是完成一半垮了 我反而在你很累的時候 我想繼續去嘗試 去挑戰那種人的體力 跟土拉胚結合的一種臨界點 真正的陶藝家就是說 他是不屈不撓的 一定會有失敗才有成功 我是一個陶藝創作者 我只想怎麼完成它 而且我不會去在意它的過程 如果你沒有站起來 就記住這個手臂 它是一定要垂直的 對 是杏子裡頭的那種執著跟堅持 讓樸實無法的陶土 多了千變萬化的模樣 出生於製陶世家的使命感 也讓它不甘願讓這門記憶 只停留在它手上 肚子要再出來一點 對 目前為止它的重心點是沒有偏 目前是還不錯 就是這個地方還要再圓 軍列的力道 拿捏都是功夫所在 延傳不了的功法 只能靠著不斷行速去感受 我也知道我當中會失敗 但是其實藝術創作就是說 失敗中 哪怕它只有萬分之一的機會 會成功 那個成功是什麼 成功就是一種喜悅 是一種快樂 是一種自在 而且是一種自我肯定 應該擺在上面 這擺在上面 OK 好 先研究好 大茶壺 這個溫度不要太高 因為有蓋子 所以是不是要擺在窯口 這個地方比較OK 比較安全 跟同樣喜愛 拆燒陶瓷的數十年好友 秋顯員 不停來回測試討論 因為作品在窯內擺放的位置 火路的方向前後高低 都會影響火紋的結果 這邊是胖的 這邊是流腰的 上來之後它剛好 底下火路可以跑 火路是讓火跑的 你必要留空間讓它跑 它才會吃到灰 它才會更漂亮 不只是吃到灰 是讓後面的胚不會擋到 溫度才拉得到 好 再見 你來一件 大件 來 等一下 OK 這個其實應該先測才對吧 等一下 這個要先測 來 定位一下 等它再回 還沒初咬的那一刻 所有在心中規劃的完美藍圖 都不算數 心中既煎熬又期待 要一個鐘頭可能上升 這個從一百多度到五六百度 可能是五十度到六十度 但是我們在兩三百度的時候 一個鐘頭只允許十五度 如果你那個時候很貪心 瞬間把木材 我要丟三根的量 你丟五根到六根 它可能不到一分鐘 它就上升到八十到一百度 然後你就聽到那個炸彈在炸的聲音 我們裡面 多留一天的時間 二十十個鐘頭 慢慢燒 這塊燒起來嚴肅 可能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燒柴芽就是要搭配 你現在裝芽的容量的空間 還有我們要準備這樣的木頭 火讓它升溫比較快 還是說你的洛灰的層次 要讓它多一點 高溫點的時候 就是你的細的木材 要頭多一點點 然後那個洛灰面 會比較多一點 大哥 可以喔 來點火囉 剛好木材要劈好了 好 可以快要悶了 你要讓它慢慢點燒 所以還要控制 它不能夠升溫太快 柴燒陶藝每一個 每一個動作程序都很重要 只要有一個樹屋 你就前功盡棄 所以每個都很重要 就是它是擠不來的 你越擠它會給你反彈 狀況會越多 燒一次窯要三天三夜 七十二小時日夜輪流排斑 守在一旁盯著溫度計 幸好在投柴顧窯的同時 還能欣賞燕紅不止的火色 算不上孤單 灰燼和火焰四處流竄 產生落灰經高溫融成自然的灰柚 在桃紅的窯內 顏色 圖形 線條 都不是人為可以完全掌控的 所以每當出窯時 總得提起與火蛇對賭的勇氣 出窯了 出窯了 我自己住剛好 不錯喔 哇 這個第一排這邊的 如果我會看到它是有喔 可以 這個是背面 背面 這個是正面 對喔 火面是在背面 對 這裡的捷徑比較漂亮 這個大茶艙口寬 所以平常這個口都很容易變形 會裂 來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是 目前是沒有 沒有裂 這裡有上面的搖汗 懷著期待又興奮的心情 迫切的想知道 淘氣表面上又讓裂葉 烙印出哪些獨特火痕 這個像瀑布這樣下來 這個比那兩個精彩 它這個把手跟這個都斷了 那今天現在看起來 它的落灰顏色 有到藍色的木結晶了 自然落灰貼木 一般的貼木是上釉的 我們是完全沒有上釉的 這個是完全沒有上釉的 這個麵圓桌完全沒有上釉的 然後我們上到溫度點 所以這一件應該是打一百噴 這些獨一無二的紋身 讓兩人驚艷深連連 常得到意想不到的美 當然 偶爾也會出現 惋喜的聲音 兩個kiss的啦 這太近嗎 沒有 有可能是 燒搖之後搖搖太大 胖胎啊 我們是最怕像這種 有雙胞胎啊 會鬧糾紛啊 到底是誰晃到誰啊 拆燒結果往往只能順其自然 想要追求完美的心 也只能試著去接受 這些意外跟變數 要放下 放下在研究說 下次怎麼燒 它不會兩個碰在一起 那個火把比較輕的 往比較重的地方靠 有的時候 真的是不是願意的 又厚又重的列文作品 進入窯內 很容易蹦裂失敗 但失敗是最好的師傅 必然要學會面對 然後再從失敗中學習 堅持走你想要做的事 哪怕中間會有很多的挫折 燒破掉啦 你這個燒失敗掉的啦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其實對一個藝術家來講 有沒有 我覺得不是很重要 重要就是說我很自在啊 我今天做這個作品 我很高興啊 鄉下長大的他 融入建築廢土 揉出粗廣剛毅的列文 曾被認為是失敗品 不小心燒壞了 殊不知這些都代表著他 對自然環境的疼惜 藝術家不是說你去把作品做得很特別 做得很奇怪 然後給人家炒作賣得很高 最深的一個內涵是說 我們對這種地球生長這個環境 自己的關心及感動 看到這個作品之後 是不是你就要簡易能源 就要簡易能減碳 對 對 然後讓我們這種地球 可以永續地去 繼續地生存下去 用雙手為陶土 揉出了新的樣貌 枝陶人的健衣性格 在一個個細節中被挖掘出來 一如經過火煉的試驗 只要熬過了 那些痛苦的過程 後來想起來也變得美麗 耐心等待迎來一切美好 再來看這位山中影士 也以時間換取成功 也同樣用心愛護地球 宜蘭雙蓮皮 郭寶吉士帝 有宜蘭小瑞士之稱 十多年前 他放棄台北的一切 返鄉回到這裡 讓當地的老屋 重建在山 並回收資源裝潢 還跟著當地小農 學種野菜 以在地食材烹煮家鄉味 以大自然療癒人心 第一次看到 真的會很感動 因為湖光山色 風景非常的優美 那山林也保留得很好 沒有過度開發 而且很容易親近 所以就這樣選擇待在這裡 如在祥口中的湖光山色 就是位於宜蘭圓山鄉的雙蓮皮 不僅是宜蘭有名的五大湖之一 同時低海拔罕見的濕地生態 已被列為是野生動物的保護區 近來也越來越多人 來此一探傳說中的夢幻美景 有很多人沒有來過這裡就發現說 哇 怎麼有這樣的一個 類似 國外有山有水 又很平靜 湖光倒影的 一個地方 讓盧再祥決定留在此地的 還有這間被群山環抱的百年石器古厝 前人就地取材搭建的石頭屋 抵擋過無數的風風雨雨 古樸無華的造型設計 當年深深被吸引 也因此下定決心回到故鄉 歸隱山林 門口堆的這些木頭是 應該是這邊的主人 還有在生灶 用柴火燒熱水 就是 也可以講說是廢物利用 因為這些大部分應該都是風倒木 那這樣跟石頭屋擺著 非常有味道 我覺得是蠻古早味的 很好看 生長在南方澳的漁村小孩 長大後嘗試到大都會打拼 儘管工作再多再忙 心目中始終牽掛著 高中時期到湖西村 郊遊的一景一幕 這裡有老房子山中湖 還有自己最愛最懷念的野心祕境 我第一次來到這裡的時候 是學生時期 高中的年代 那來到這裡玩吸水 就愛上這裡了 因為這邊的水非常的冰涼 整個新旺神移 然後就是沿路溯溪沿路完 後來出社會跟有家庭小孩以後來這裡 又是另外一種新進 難以忘還的美好年少時光 不想再與這裡的田園美景擦身而過 因此毅然辭去台北的工作 決定歸隱山林 從解木頭開始做起 做個不折不扣的現代桃淵明 當時正巧遇到雙簾皮旁的舊屋 將要拆除 盧再祥積極與地主溝通 甚至親自上陣保留房子的良柱 這些良柱其實都是以前那種山河院的老房子 被建商買走以後 建商他們要快速拆除 整地 所以一般就是怪手進來就直接 砰砰砰就毀掉了 可是搶救這些良柱 其實是要爬上屋頂 然後怪手一面再拆 我就是站在屋頂裡面去鋸 或者是去扶著把它拆下來 從此以後的時光 盧再祥每天以節目挑食為樂 開始構造屬於自己的基地 儘管一切都從頭開始 然而甘願做 歡喜壽 還自掏腰包請師傅前來指導 跟著學習搭建石頭屋 這些石頭是花了大概 半年以上的時間剪 然後就有請石頭 九頭塞來剪 然後我做小工 跟師傅當這個鵝 當這個做這樣子 來氣食堆食 受限經費有限 盧再祥苦思奇想 最後臨近一動 決定利用當地廢棄建材 搭造桌椅 木窗等一系列家具 讓物盡其用創造再生 森林裡面會有一些被颱風吹倒的 會影響到正常樹木的生長 所以是可以把它取下來 然後再利用 像這些也是 這些都是封倒木 那這些椅子都是老木頭或腐爛的木頭 把它磨一磨 所以都會有一些痕跡 是有 像這個也是腐爛的 在盧再祥的橋手下 把丟棄不用的枝根 變成了令人驚豔的家飾品 傍晚的時候會有陽光滲透 那這是三星的螢龍流 現在比較少人種了 結釣那一部分他們都丟在田裡面 讓它爛掉或者是燒掉 那我覺得它是可以運用來當裝飾 那也可以做光影 擋一點陽光這樣 所以我覺得放在這邊是蠻好看的 就廢物利用 如今屋內的各項家飾裝具 每項元素也都是付出 相當大的心血所換來 因此更加珍惜與保護 這四隻我一開始沒有看到這個春蓮 就是應該是這個最戶大戶的家飾 所以我用那個砂輪機磨 不小心就 因為灰塵很厚 就把這一個春蓮 我不曉得是什麼就磨掉 後來我就用水擦一擦 發現這幾隻柱子都有春 都有家飾 覺得滿有感覺的 希望做得更多 讓有緣上山來的人 不只能欣賞到這裡的美景 還能享用道地豐盛的山林小吃 因此參加當地的農民蔬菜班 期望自己成為一位全能飲食 因為我在這邊剛籌備的時候 我有去花蓮改良場 上有機課程 那有得到了一些啟發 比如說就是盡量運用在地食材 還有良心栽種 然而栽種蔬菜這一關 著實讓盧在祥吃足了苦頭 由於自己種植的產量 遠遠跟不上每日供應 再加上光造房子也花去許多時光 因此店面開張之後 咬牙苦撐了兩年沒收入的日子 然而卻沒因此自暴自棄 透過栽種蔬菜艱難的挺過難關 我看到農民他們在種菜 從種子或叉枝 其實是需要等待的 當中可能會碰到天氣不好 或者是被蟲吃掉 那就是必須細心的去呵護它 這些都擠不得的 這樣的一種啟發 後來在籌備的時候 我覺得我就多了一份耐心 明明就是應該是 我覺得就是一直提醒自己 不要被打敗 不要放棄這樣子 最後山不轉路轉 盧在祥決定與當地老農合作 豐富餐桌上的彩色 今天藏得好嗎 沒有 很好 沒有 老材 老材都肯定肯定 肯定肯定肯定 利用山泉水與高山紅土 種植出的紅鳳菜 是這裡最常見的蔬菜之一 這回放入大鍋快炒 吃得到葉菜的清甜與脆嫩 烹調時必須依照步驟放入蔥段與肉絲爆香 接著加入金針菇 魚板等多種食材勾芡後 再加上獨有的蛋酥增加香氣 最後放入香菜與麻油 成為令人垂涎的宜蘭道地古早味料理吸滷肉 另外盧在祥還準備了故鄉特產香魚 由於宜蘭香魚產量佔全國之冠 再加上水質優良 飼養出的香魚肉質肥美鮮甜 成為這裡的主力菜藥之一 因為宜蘭的水質非常好 香魚它必須生活 油在這個很乾淨的水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宜蘭的一個在地食材 因為其實蠻多養殖的香魚 是出口到日本去 那當然到日本要很嚴謹 要檢 還有很多檢查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香魚是相當不錯的 陸在祥心目中的在地美味 就是每道料理都與在地食材緊密結合 才能品嘗到當地的特色與美味 儘管不能獲得所有人認同 還是會繼續堅持理念做下去 自己覺得這些宜蘭鄉村傳統料理 有時候會覺得是不是上不了檯面 或者是會不會太聳了一點 但是長時間這樣做下來 長期做下來 我覺得其實有的客人會認同 這是我們的特色 所以我有時候會 坦白說會看到客人吃得高興 我們自己也會覺得很安慰 熱衷大自然 盧在祥三十多歲的年紀 就歸隱山林做個甜蛋的飲食 並分享自己所作所學 要讓更多人見識屬於台灣本土的山林之美 愛護環境 努力把家鄉特色分享出去 稍後來看大膽創意 發揚在地料理文化 他的一些傳統文化的傳承下 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結合到這些料理上面 這個美食它是很有靈魂的 我覺得我在某方面有 有悠然而生的一股使命感 我想要傳遞這些東西 在外遊子對人生有了醒悟 返回故鄉 接下父親的餐廳 除了延續傳統滋味 他更努力創新 將一道道快釋傳的古早味 以創意手法重新詮釋 他希望把料理背後的故事 和文化傳承下去 因為這才是料理的靈魂 對啊 都 中間都變色 燕陽夏帶著斗笠 秋成跟著帶長燈 走進綠油油的仙草田 靠近一點還能聞到淡淡的仙草香氣 你看 會黏手 可以試試看 很黏耶 對啊 這就是膠質 蜂蜜賣芽 蜂蜜賣芽 越濃 新竹縣關西鎮 擁有特殊的地理環境 是國內仙草的生產重鎮 仙草採收後為他們做日光雨 陣陣秋風的吹拂下 仙草的香氣四溢 最近一開始雨比較多就比較好 之前都沒下雨 對啦 我們這裡沒有差 這邊沒有斷喔 我們這裡沒有斷 喔 那還好 要敲土 對啊 這個土 土要先敲完 敲完要敲兩岸刺 到時候才能 才翻過來 曬乾後的仙草 可以做成沁糧的消暑飲品 也能巧妙地運用在料理中 拿回去 秋泉是客家子弟 從小看著父母在餐廳忙碌 過程中的酸甜苦辣他都曉得 憑著傳承客家文化的使命感 決定回家接手 由父親一手掌舵的三十年老店 以前阿嬤都說 這個仙草是一個退火清涼的東西 仙草的那個香氣加上雞肉那種香醇味道 燉起來燉爛了 非常的好吃 手裡抓著仙草乾一把又一把放進湯翁中 擺上半隻防土雞半火熬煮 爸爸秋創盛小時候中過暑 奶奶肉燉仙草雞湯給兒子補生 這道關西仙草雞不僅有著奶奶愛子心切的溫暖 更是爸爸記憶中想念的滋味 媽媽從小就蹲這道菜給我們吃 它等於像一個涼補 雞肉本來就是補的很補的東西 加上它仙草的清涼還有特殊的味 不添加中藥材也沒有任何調味 原汁原味的仙草雞正是秋創盛的起家料理 當時我開餐廳的時候 在民國八十年的時候 因為很多你一定要用在地的特色 凸顯自己的餐廳 推出以後就受到在地人 外來的客人都很肯定 雖然從小在餐廳長大也吃了不少客家菜 邱淳坦言自己也是在長大董事後 才真正愛上客家料理的 那時候也覺得說 仙草雞不好吃 薑絲辣糖不好吃 酸酸的怎麼好吃 但是面對一個小孩子 本來這些食物就是 不是他很容易接受的東西 我可以 我可以愛上這些料理 其實也慢慢在學習接受這些東西 別看父子倆合作無間 心折口快的他們 過去也曾在高溫下的廚房 點燃心中按耐不住的火焰 在裡面熱情慾忙的時候煩躁 那加上外面客人很多也煩躁 就是煩躁加煩躁就起衝突 邱創盛孝說五年一代溝 時間快的更不上兒子的絞成 邱淳擅用不同的資源 把客家料理的特色分享出去 吃的就是想法吧 就像他現在會直播 我們一連從想都沒有想到 以前都是自己在做 那他就比較可以到 可以去多接觸 去跟外面人怎麼樣 就結交朋友 用各種方式去行銷自己 聽得出父親的語氣滿是驕傲 看見邱淳接棒後 把餐廳經營得有聲有色 他也投注不少的時間 以在地文化出發 鑽研更多客家料理 掀開鍋蓋 邱淳拿起湯勺和鉤子 幫鍋內的豬腳們大翻身 這道料理相當好功費食 光是滷汁的熬煮就是一門功夫 每次都得站在鍋路旁看守 倘若時間掌握不當 就有可能發生滷汁走味 甚或燒焦的窘境 對於豬腳軟軟入味 他很講究 翻動 攪拌 為的就是讓滷汁分布勻稱 鎖住香氣 滷豬腳雖是家常菜 而眼前這道炸豬腳料理 就是承襲客家媳婦的智慧 搖身一變 口感層次再升級 各家人就是一個展現出一個 不浪費的精神 然後你滷豬腳 很多人都吃得到 那有時候吃不完了 可能他就會想說 怎麼用這樣子的 別的一些料理方式 去把它再煮烹調過 讓它出現一種全新的風味 裹上粉漿下鍋油炸 要炸的外酥裡嫩 必須適時掌握火候 一個不小心 肉質可能就會乾澀硬材 擔心炸豬腳的油膩 帶來飲食上的負擔 除了常用的配料胡椒鹽 秋春也把長輩留下來的食譜 加以改良 創造新的豬腳醬汁 我們是用果汁機去打 打這個醬汁 那那個 所以它裡面有蒜頭 紅蔥頭 所以它打出來的時候 它碎碎的 紅蔥頭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香氣跟一般蒜頭不一樣 但是我們都會加 然後再加醋跟糖 這是很基本的 就是讓它緊密開胃 秋春開玩笑地說 這盤豬腳賦予它更多的使命了 以前還有點狂妄地對自己說 就是我絕對不能擋 因為我的炸豬腳是社會責任 所以我一定要維持 大家才有這個東西可以吃 紅麴 蝦子 麻油和麵線 這些東西擺在一起 究竟能碰撞出什麼心意呢 秋春大膽嘗試 讓平凡的紅糟料理也有不凡的風味 海鮮這種料理在客廠本來就是比較少 那就是有人說 有人說不同的元素 你讓它組合在一起 造成一種衝擊 是會有不同的結果 或者是更好 以蝦子取代五花肉 畫上一刀剖開蝦肚 先是裹上濕粉漿 再以乾粉漿塗抹均勻 炸的時候比較會開 如此繁蜀的炸前工作 為的就是要鎖住新鮮度 加濕粉再增加那個蝦殼的黏著性 去沾粉的話 它比較容易上回去 那因為這樣炸的話 有一層粉漿在外面 等一下再煮這個醬汁的時候 它也比較容易扒在蝦子上面 倒入麻油搭配薑片紅糟和蔥一起爆炒 接著加進高湯小火烹調 有別於一般乾的麻油麵線 這道紅糟蝦麵線兼具視覺和味覺 做這樣的設計就是 你麵線有時候太乾的話 有湯就會讓它比較好入口 遇上疫情無疑是經營以來最大的危機 配合防疫政策曾經高棚滿座的景象 如今卻成了記憶中的畫面 當疫情開始的話 這些人都不見 球場也不能打球 觀光客他們也不出來 那剩下在地的客大概三成 掉了七成 碰上前所未有的挑戰 秋泉沒有放棄 他調整經營方式 將部分料理改做人動宅配 像是炸豬腳料理擔心顧客在家 無法做出現場享用的口感 秋泉將粉漿獨立包裝 附上教學說明 不需要大量的油炸 少許的油下鍋油煎 也能留住口感和味道 堅持到最後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客家文化就是它的根 料理的背後 它的一些傳統文化的傳承下來 它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 那時候剛開始其實一開始 是在寫部落格 十幾年前在寫部落格 就會去挖這些東西出來 然後越做就覺得說 這些東西很迷人 還有趣的地方 然後再把這些故事 結合到這些料理上面 這個美食它是很有靈魂 曾經嚷著不愛客家文化的邱垂恩 如今肩負起更多的責任 拿起鍋鏟在廚房中盡情揮灑 煮出一道道的客家料理 我覺得我在某方面有 油然而生的一股使命感 我想要傳遞這些東西 既然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就也有這樣的心力 我就來做這樣的事情 擇善固執 堅持理想 秋成緊握手中的棒子 要讓客家料理繼續飄香傳遞 堅定訓練是推動夢想最大力量 稍後來看未愛轉行 仁山君臨從頭開始 那個時候做到晚上兩點半三點 你三點完了以後還不能睡 你要去買菜 買菜你還不能睡 你要除腿褲 腿褲你也不能說丟了不管 你要一直顧 顧兩個小時 老客人還是會懶 我就覺得 至少我們沒有把阿姨的招牌砸掉 為了能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這名理工男辭去工程師的工作 轉行賣次古早味 但他完全不會料理 人生歸零 一切從頭開始 卻頻頻卡關 他努力克服 除了為家人 也為了這二十年的老店 不能毀在他舍裡 即使遇上世紀大疫情 生意腰斬 也想辦法撐住 兩個腿褲飯 所以兩個腿褲飯跟單切一份 腿褲單切正常嗎 還是要皮肉 正常就好了 單切正常就好了 灶爐上熱氣蒸騰 放置在滷汁裡的豬蹄旁 湯汁收到拌乾 是入口的最佳時機 滷腿褲搭配豆腐滷蛋及筍絲 最後再淋上特調醬汁 成為上班族最愛的 親民銅板架便當 裡頭卻蘊藏著李樹生多年來 便手知足的奮鬥血淚史 一隻豬最熱銷的部位 莫過於肥瘦間距的蹄旁 由於皮與肉間鑲著一層脂肪油花 裡頭又包覆著軟嫩細筋與瘦肉 因此在滷汁前 得一個個進行整妝 這個掉出來 腱子肉 腱子肉 因為它 這是大腿嘛 然後這邊是骨頭的部分 然後 然後 那 就是稍微 其他要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這樣 然後 放到 放到 冰箱裡面去做 那你這樣的話 冰凍完了以後 就去 這個樣子做 瘦腿庫的前置作業 籠長繁瑣 這份手工 大可讓員工來做 然而對 曾是科技工程師的 李述生而言 每個過程都 攸關到風味與品質 因此拿出 李柯南的做事法則 親力輕微 一面克服 做事我們是不怕 所以說 本來就是 在公司也是做事的人嘛 對 所以說 有事情做 有問題就來解決嘛 就是 工程師都是這樣子 對 所以習慣了 就是 有遇到問題 就要想辦法處理 七年前 李樹生 從親戚手中 接下已經在夜市裡 經營有成的 小吃攤生意 奔著 戰戰兢兢的態度 就怕壞了原有名聲 已經清理好的腿褲 放入鍋裡進行滷製 時時刻刻也都得緊盯 因為當中稍有差池 可能就全功盡棄 之前剛開始接的時候 我一個人顧 顧那個乳筒 顧的時候 我再去買菜 我就去載雞 那個雞拉回來了 要去載 然後一買菜買比較久 有一天回去的時候 腿褲整鍋都焦了 整鍋都焦掉 然後那個桶子燒破掉 鍋裡的腿褲 隨著亮黑色的滷汁 來回翻滾 彷彿穿上美麗衣衫 外皮Q嫩閃閃發光 當中的香濃滷汁 其實歸功於小時候 媽媽親手製作的點心 所得來的靈感 剛開始的時候 那個 長輩教我們炒焦糖 要加油 那 突然想到這個味道 跟我小時候吃的那個布丁的 底下焦糖也很像 我就稍微調整了一下 做焦糖的方法 滷汁完的腿褲 拿出後還得實際觸摸 是否熟透 在不軟爛的狀態下 必須保有完好樣貌 當中還必須做最後一次的檢查 把魚修正 才能色香味俱全 對 那可是在這邊 就有幾塊 看起來比較黑的地方 那我們就要把它處理掉 因為淤傷嘛 所以說吃起來會比較多 甜味 就是 山味 新山味會比較重 對 那 這不是我們希望有的味道 對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拿掉 那肉的部分是沒有問題 主要是在皮的方面 因為 它的皮這邊的微血管破掉 一邊修整腿褲 另一邊的麻油雞 開始著手處理 李樹生手撇著 拿著刀具 進行雞汁的切枕 由於雞肉塊 容易因翻炒而縮小 為了讓客人吃得滿足 每一刀都得下得相當豪邁 卻也從無數的失敗中 汲取寶貴經驗 這個時候在趕啊 那我們店裡面同事 那時候切 切太多來不及切 我就幫忙一起切 就剁到手啊 第一次去醫院 切的時候還不痛 打麻藥的時候比切得還痛 在刀具的使用上吃了悶盔 李樹生決定刨根究底 透過製刀讓自己明了 用刀法則 因為要磨刀嘛 所以我就去學人家怎麼打刀 然後看看刀要怎麼做 從一塊鐵開始 那雖然說知識差很多啦 但是你就大概知道說 喔大概是這樣子 對 雖然有人說你不要為了喝牛奶 去養一頭牛 但是我去知道牛是怎麼養的 從一個不按刀法的門外汗 到一步步學習 時時刻刻推敲 從肌身到頭部 每個微小部位進行取捨 吹毛求刺 斤斤計較 就是確保健康與美味的品質保證 脖子的骨頭的地方 我們就是切掉 其實也還好啦 他們有時候說 井子有淋巴啊什麼的 雞屁股啊 雞脖子啊 雞腳 雞爪這種 有時候客人有的 比較挑戰解釋的不想吃 所以我們乾脆就不提供了 開店當初作息的不定 加上工時過長 各種磨難等待著李樹生 面對於挑戰時 則生了場大病 感冒 然後後來就肺炎 因為以前我們 是正常作息嘛 我才記得第一天 站在這邊的時候 超過十二點就 好想睡啊 可是那個時候 做到晚上兩點半三點 就覺得喔 怎麼那麼痛苦啊 對 但是你三點完了以後 還不能睡 你要去買菜 買菜你還不能睡 你要除腿褲 腿褲你也不能說 丟了不管 你要一直顧啊 顧兩 顧火啊 顧兩個小時 如今的李樹生 處理工作 早已信手撇來面面俱到 在麻油機的烹製時 先將麻油倒入拍打 完成的薑片 進行煸炒 李樹生緊盯環節 火候與溫度精準拿捏 剛開店的不適應 看似一切就要到臨界點 然而不服輸的個性 終於撐起了一片天 你都已經辭職了 你不不繼續做啊 對啊 而且店裡面 有老婆在顧 後來我太太懷孕 生了第二個 從那個醫院出院以後 後來就想說 這樣不行嘛 這樣子再搞下去也不行 所以自己又想 跟家裡面的阿姨 再討論一下說 哪些工作什麼分工這樣 宛如獄火重生的火鳥 遭遇挫折卻越挫越勇 將店裡的工作流程 制定出一套法則後 小店生意漸漸步上軌道 獲得認可 剛開始的客人跟我說 欸 味道很好吃啊 尤其老客人 老客人一直來 我就覺得 至少我們沒有把阿姨 的招牌砸掉 那至少我們 我們可能現在做的東西 也還有市場性 就是說我們客人 還會覺得說我們 有在用心做這樣子 鎮店小吃 保有原來的豐富樣貌 甚至增添私房菜色 希望讓傳統的小吃 富有新意 有時候夏天的時候 就留一大堆雞胸在那邊 那我們也不用辦法說 再用 那丟掉又很可惜 然後我就那陣子 就每天都吃雞排 受不了 大家想說 對 小時候媽媽做這一雞 我來做做看好了 對 然後就 稍微 稍微自己調整了一下 就是 調整了一下那個配方 然後 然後做 山不轉路轉 碰到狀況 總能迎刃解決 卻沒想到 遭遇到 世紀病毒 武漢肺炎的襲擊 疫情的時候 我們也一直在思考 其實你看到 國外的例子 就知道 這個狀況可能會是 一個常態 那勢必是要 有一些改變才行 疫情來勢洶洶重創餐飲業 整整一年多 夜市生意 發人問津 就更別提 小吃攤的 慘淡經營 有遠見的李樹生 其實早有準備 除了參加外送平台 提高業績 甚至把營業時間 做了調整 讓頓時 失去收入的員工 有班可上 帶領同事們 共渡難關 盡量努力 就是說幫大家 就是因為我們忙的時候 同事也幫忙 所以說 現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我們還有辦法 就盡量幫一下 大家 我們的廠商什麼的 大家也需要 疫情警戒 飲食安全 格外受到重視 李樹生不惜砸重資 租借了自動洗碗機 不但替員工分擔出活 同時也讓外食族的 健康安全多了層保障 我還記得有一天 有一個 偶利桑他要吃 他拿了我們的碗 說還要再沖一下 我就跟他說 我們這個洗碗機洗過 九十幾度消除過了 你還要拿自然水沖過嗎 他這樣子發展 都委屈 從科技興貴 搖身成為小吃店老闆 李樹生的華麗轉身 步步為營 時刻面臨挑戰 並把握機會 勇敢向前 希望把絕妙的好滋味 繼續飄翔下去 耐心是成功關鍵 也是本事 我是李化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囉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